中国南篮今晚继续奥运备战赛第二阶段的比赛 对手是克罗德亚队 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是一剑连的亮相 这是阿联今年在国家队的首场演出 九叔战阵的阿联开场两次投篮不进 但是他在内线找到进攻手感 随后接连命中场去中投 半场结束时 中国队是以47比29领先了18分 阿联在场上是主要攻击手 在场下就是队友的辅导员 在这样团结向上的氛围下 中国队最终是以84比63大胜克罗德亚队 一剑连拿下14分和10个篮分